可以把一个空军作战的基地 备用的基地把它取消呢 谭吴义农抛出的松基签建 曾脱口批对方渣男的退辅会主委冯士宽 又让吴义农碰一笔子灰 这个议题有点牵涉到政治 我们先不讲谁提出来的 因为这不是他第一个提出来 那个是作战时候的空军的备降场 有多少次我们天气不好 或者油量的不够 我们就落在松山机场 只要愿意迁移到处都有方法 我们的主张就是责成专职的行政单位 来做完整的规划 针对各个主管机关的顾虑 我们一一来排除一一来解决 毕竟松山机场目前是军民合用的机场 空军的松山基地就在这 松基要牵舰背后牵扯层面广 要强化我国自我防卫能力 吴义农借进乌俄战争 抛建立国土防卫部队 大鹏部长同样不买单 那我请问那要国军干什么 那要建制后备部队干什么 那要易警易销干什么 那要警察干什么 他身为前部长也非常的清楚 我们国家安全靠的不只是国军 靠的不只是军警销 现在的少少的人力 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个更有任性的社会的安全网 吴义农的证件备受挑战 只是对手王红卫邀他来场辩论 却吃了闭门羹 理由是看不到具体证件 核废料要如何处理 没有任何的说明或主张 那这只是沦为口号 不仅不负责任 也根本称不上是证件 辩论要有证件 才知道如何辩论 辩论什么 现在冯世宽前国防部长 也出来批评你的政策 我想请问吴义农到底谁在搞笑呢 这些似是而非的话 这些其实都是要推脱 不敢辩论的借口而已 就算拒绝和王红卫直求对决 吴义农的国防政见也难逃 前部长检验 静雄红新朋友之后采访报报道 静雄红新朋友之后采访报道